大家好 歡迎來到把財 班日班好 恆生指數公司指出 美團署於7月26日再次加息25個基點至5.25至5.5%之間 達到200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目前市場預計2023年將會第三次議息會議之後不再加息 機率甚至達到85% 也就是說可能來到12月份就不會再加息 2024年甚至有57%會減息 預期美國加息的週期即將進入尾聲 恆生指數公司認為高股息股有望重返這個焦點 而港股率裡面的高息股有著濃濃的內地中國元素 將受益於中國這個高經濟的發展 我們可以關注一下相關的高息分行的國股 國企估值重估在前期是炒得很熱的 即是中特估概念 近期以來所有的收息股 其實股息收益率都可以達到8%左右 而銀行的這個全貸款利率才是2%左右 幾乎是高出了6% 以及較恆生綜合指數 也就是說特別是香港裡面的高息分行股 不單止給銀行和行業拆借利率高 也對比全港股市場裡面的平均收息分行率都高到4.6% 波舉吸引力 也就是說對於追求港股高股息收益的投資者來說 目前我們可以關注電力板塊裡面的派息的一個收息股 以及依業板塊裡面的派息的收息股 這兩個可以著重關注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電力股業績穩定 業績穩定 所以在這裡面 2023年年度的收益分紅派息率 會高於平均的這個市場的一個平均收息率 而醫藥股主要原因是近期的這個反貪風暴 會令到不少的這個醫藥類的一個高息分紅的股 選擇通過分紅派息的形式 降低自身的估值 避免在這一輪的市場裡面的一個下跌裡面 令到股價下錯 所以通過提前派息的一個方式 降低估值 市場裡面對於股價下跌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相對的抗跌性 因此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去年相關收息率比較高的這個醫藥股和電力股 OK 那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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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